那你複製贴上 糟糕 bug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用step by step 除错一下看一下 里面的纸 你大概就是啊 原来这个写作的人的逻辑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 使用那个debug mode的话 特别注意 教各位一个方法 第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好像在一般书里面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教了 这个是我自己 平常玩一玩发现有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了解这个地方的程式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变数的变化的话 那我可以有个方法就是说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旁边有一个 第一个先点两下 就是这个地方这一行假设我要怎么样 我要除错的话点两下 有一个圈圈表示中断点 点两下这一行我要除错 这一行我要除错 那如果他跑到中断点的地方 他就城市就停住了 然后你可以去看里面的变数了 哎 第二个的话呢 按一下除错模式 然后按是 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他就切换到除错模式 有没有 你如果要切回来就切到加吧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就说 哎 这个时候呢 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停在这一行 那现在I I的值现在等于1 I是从1开始 那J的话呢 因为刚刚已经跑完的乱数 所以它是乱数产生 我们是1到9乱跑 然后呢 J产生一个3 所以接下来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是 就是 A1的话 应该是1的位置 他要先怎么样 这个位置 要换人座 换谁座呢 换3 所以3要怎样 先丢到1去 那1丢到哪里呢 1丢到TEMP去 底下有个TEMP 然后呢 等到1他搬过去之后 再从TEMP再丢回到3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除错对不对 1点2 这边要点看几个中断点2 按这个除错模式 然后呢 再把这个视窗调一下 再来记得一个关键的按 方旋键就是F5 F5 F5就组航的 F5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它已经执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多一个TEMP TEMP在这个时候才出现 就是把A1的值放进来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把A追 J是3 对不对 所以3的位置里面的值 把它丢到1去 所以你会发现 诶 直行过 有没有 这个1的位置变成3了 那3里面的值还在吗 所以把TEMP的值 有没有 丢过去 F5 有没有 这个时候TEMP 那TEMP就关掉了 里面的值就不见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一样方式 再产生一个J 那J的值现在多少 6 所以也就是说呢 I2要把它先放在TEMP 6再搬到2的位置去 有没有 然后2先放在TEMP里面 那再把6搬到2的位置 然后再来怎样呢 再把2搬到6的位置 以此类推嘛 反正就一直乱输 一直有点像大风吹嘛 那大风吹 所以你至少你要一个站直的位置 等到他离开了 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坐 他再坐过去那个位置 这样不就打散了嘛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Debug mode 太好用了 无论在Java里面 Android里面也可以这样debug 一样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 你会发现这样子很清楚嘛 里面到底 你那个记忆体里面的那个配置 那个变数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 你就一清二楚 A的话是一个阵列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收折 里面的值就一清二楚啦 所以里面到底存什么 有的时候说真的 如果你